今天我要讲述的人物是吕碧成 民国是一个奇女子辈出的年代 如果把它比作一座花园 那么林徽因就是芬芳洁白的茉莉 张爱玲就是冷艳高贵的玫瑰 然而有一位女子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女 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她就是吕碧成 那朵倾国倾城的牡丹 在那个黑暗腐朽的年代 她独立勇敢 以倡导女权为使命 宣传男女平等 创办女校 她才华横溢 被称中国最后一位女慈人 曾是袁世凯最器重的秘书 她又慈悲为怀 为镇迹灾民 动物保护 倾注毕生心血 然而 这样的女子 却选择了 截然一身 终身为嫁 多年以后 当吕碧成在上海 金安四路的豪华别墅里 享受午后和煦的阳光时 准会响起 独自蜷缩在火车冰冷角落的 那个遥远夜晚 临冥前 车厢内微弱的灯光 与铁轨的轰隆声 是属于李毕成 在1904年的独特记忆 它即将到达陌生的天津 以备的颠簸感 仿佛墙堡中 母亲晃动的摇篮 一阵困意袭来 李毕成陷入了一段 有关童年的梦境 1883年 安徽经德 一户姓吕的书香门地 迎来了家中的第五个孩子 父亲吕凤奇 看着怀中软糯粉嫩的婴儿 当即给这颗掌上明珠 取名为蓝青 仿佛预示着 吕碧成未来风华绝代 却又寂静清冷的一生 清末年间 适风日下 曾经高中近视 观韵横通的吕凤奇 逐渐不满 官场的黑暗腐朽 又不愿意随波逐流 于是决定辞官还乡 在故乡安徽的庭院里 李毕成与姐妹们 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 父亲将心思 全部用在了陪伴子女上 每日唱到他们读书 识字 言墨 作画 毕成从小聪慧过人 尤其在古诗词上 颇有天分 字还没认权 无数诗词 就烂熟一心 五岁那年 李毕成与父亲 在花园散步 看到池塘边的柳树 在风中摇曳 父亲说道 春风吹阳柳 花音刚落 李毕成 李毕成便接了一句 秋风打梧桐 在别人家的孩子 都在背诵三字经时 小小的李毕成就能对聚了 他的天资让父亲大为惊喜 九岁时 在父亲的属意下 李毕成与同意一户家底丰厚的姓汪人家订婚了 也算是门当户对 然而 命运对那些才华横溢的人 似乎总是充满着不公 一天 外出登山的吕凤奇 不小心从山上跌落 从此一病不起 不久就撒手人寰 早在此前 吕家的两个儿子也先后离世 可怜的母亲带着四个女儿 日日以泪洗面 利益熏心的族人 见吕家再无难兵 纷纷前来争夺财产 甚至勾结穷凶极恶的土匪 将母亲绑架 出言威胁 如果不交出吕凤奇的遗产 就残忍私票 李毕成自小就是姐妹中 最独立勇敢 最善于思考的那一个 危难之际 她没有被吓傻 更没有大哭大闹 年幼的她 想到向父亲生前好友 樊增祥写信求助 时任两江总督的樊增祥 立即从南京派兵 将土匪一网打尽 毕成救母的故事 在不大的家乡传为佳话 谁能想到 救了母亲 却失去了自己的婚姻 原本与吕碧成定了亲的汪家 眼看着吕家 强倒众人推 权衡之下 决定退婚 理由竟是 小小年纪的姑娘家 就能呼风唤雨 嫁了门后 还不返了天 就是 女子被退婚 等于葬送了一生的名誉 女性腹 从此被定在耻辱柱上 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 在汪家人面前 祈求的眼神 青梅竹马的男孩 躲在角落的无洞于中 成了吕碧成心底的 一道伤疤 人性的博良 让她感受到 彻骨的寒冷 不忍看母亲受辱 吕碧成拉起母亲 说 妈 我们走 为了生计 李毕成跟随大姐 投奔天津唐姑的舅舅 阎朗轩 天津作为最早开发的 商部之一 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唐姑的六年时间 李毕成不仅出落的 亭亭玉立 也接受了许多 自由思想的感染 更加有智慧 也更加独立 天津女子学堂 即将开办的消息传来时 毕成灰暗已久的心灵 迎来了一缕阳光 他计划着奔赴女学 然而 舅舅绝不允许 吕碧成像男人般 抛头露面 在外闯荡 把他狠狠地 臭骂了一顿 陶 这个字在他脑海里 不断盘旋 挑拨着他的心弦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他偷偷收拾了行囊 怀着一颗滚烫 而赤诚的心 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 像出走的那拉一样 李毕成怀着忐忑的心情 奔向了没有定数的未来 鲁迅先生曾对那拉出走后 如何生存提出了质疑 在许多个那拉中 李毕成无疑是幸运的那一个 火车上 身无分文的李毕成 在为车票一筹莫展之际 一位温和的夫人问道 小姑娘 这是要去哪儿呀 天井 李毕成回答 我也正要去天津 咱们正好搭个伴了 原来 这位夫人是天津佛照楼的老板娘 她不仅帮李毕成买了车票 还要邀请她去自家赞助 到了天津后 李毕成立即给借助在 大公馆报的旧时写信求助 信里讲述了 她从家里逃出的经历 以及自己对自由的追求 这封信 无意中被报社社长 英脸之看见 精彩的文笔 与独立的精神 立刻吸引了英脸之 这不正是自己寻觅已久的 可塑之才吗 当晚 英脸之夫妇 登门探访了李毕成 带她品尝了天津的美食 观赏京剧演出 还邀请她搬去报馆同住 那天 李毕成兴起 念了一首自己的诗词 给大家听 幽与毕如长夜 鸡与伴 无休歇 扣地昏不见 奋怀难谢 遍地离魂 朝未得 腔热血 无从洒 探挖居井底 怨平为 晴空惹 眼前这个看似磊弱 却抛弃儿女情长 愿为国家抛头颅 撒热血的坚定女孩 让众人敬佩不已 英脸之激动地对夫人说 毕成是你的同党 你们应该同心携手 共同为妇女命运抗争 两位相见恨晚的女性 相视而笑 目光中充满了坚定 李毕成知道 为妇女命运抗争 这即将成为她毕生的追求 这本旨在打破封建势力的禁锢 用西方文明 启迪读者的报纸 吸引了李毕成 她决定留下来 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编辑 凭借犀利独到的敏锐眼光 和丝毫不亚于男性的 深刻洞见 李毕成在《大公报》 发表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论提倡女学之宗旨 更是中国女权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国运至此 再不觉醒 更待何时 我愿此后 和军民男女揭发身形 协力以图自强 自强之道 须以开女制 新女权为根本 财女毕成的名号 在京津地区迅速走红 社会名流 纷纷前来拜访 李毕成后来 回想起那段时光 记忆最深刻的 要属与秋锦女士的 相识与相知 那天 李毕成正服案创作 管义举着一封次有 秋归锦三字的信件 跑进来说道 来了一位书头的爷们 李毕成定睛一看 走进门的是一位 身着男装 长身玉立 双眼炯炯有神的女子 这便是秋锦 秋锦在毕成住处 停留了三日 他们谈论理想 谈论女性解放 短短几天 彼此之间就奠定了 坚实的友情 毕成二字 本来也是秋锦的名号 因此当时许多人以为 吕毕成的作品 出自秋锦之手 这次相见后 秋锦惊叹于 吕毕成的彩雪 立即取消了 自己的名号 与秋锦结识后 吕毕成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心学知志 个人际遇 让吕毕成早早 就对女性命运的身不由己 有了深刻的认识 封建制度 就像一个幽禁女性的牢笼 只有让女性觉醒 提倡男女平等 才能将二万万女同胞 从悲惨的地狱中解救出来 于是她全身心投入到女子教育事业中 然而 在女子无才便是得的礼教环境下 半女校并非易事 幸得许多开明人士的支持 李毕成早出晚归 心情奔波 从四处筹款到教学计划 从教师聘请 再到学校选址 无不亲力亲为 筹款成功的喜报传来那天 金门地区正下着大雨 她高兴地丢掉了伞 在大雨里旋转奔跑 那年她只有二十一岁 短短六个月时间 北洋女子工学创办成功 李毕成任校长 学校学生最多时达七十多人 这一桩举不仅成就了她自己 也为中国女性教育打开了新纪元 在女人的生命中 面包固然重要 爱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养料 然而对李毕成来说 自从年少被毁婚开始 她的一生就注定与爱无缘了 像李毕成这样才华横溢的 新锐女性 身边从来不缺乏追求者 世间缘起缘落 她的生命中也出现过几个重要的男人 她的伯乐 大公报社长英脸之 必定算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见到李毕成那天 英脸之就为她出众的容貌 与财情深深折服 在为报纸共同奋斗的日子里 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志同道合的两个人 时常畅谈国事到天明 夫人舒仲将这些 看在眼里 痛在心头 在耀眼的李毕成面前 她感到了自己 分外卑微 李毕成早已知晓 英脸之的心意 却不愿意破坏 另一位女子的幸福 始终与英脸之 保持着君子之交的礼貌距离 但在她后半生 漂泊不定的岁月里 有一枚刻着脸之式的印章 始终被戴在身边 1907年 秋瑾因在绍兴起义失败 被蜻蜓逮捕 7月15日 秋瑾被押到绍兴古轩亭口 英勇就义 当好友的死讯传来时 李毕成悲痛万分 这是父亲离去后 他再一次被死亡的黑暗笼罩住 想起二人过往种种 李毕成提笔写下 多首怀念秋瑾的词作 谁料到不久后 这些道词 与两人之间的书信一起 被清政府视为 李毕成通敌的罪证 李毕成遭到了逮捕 袁克文 正是在这一时刻 出现在李毕成的生命里 像一位盖世英雄 踏着七彩祥云 前来拯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儿子 当时正在清廷任职 对李毕成这位财女的大名 早就有所耳闻 怀着清暮已久的心情 他向父亲求助 而恰好袁世凯对毕成也颇为欣赏 还曾出资资助过李毕成的女校 于是 袁世凯对法部的官员说 如果说有书信往来就是同党 那我是不是也算同党了 在这硝烟弥漫的乱世 李毕成在狱中感受到了 身似扶贫般轻薄 心灰意冷之际 眼前走了一位英俊青年 伸出手带他逃离困境 从此 李毕成视袁家为安人 这一年 李毕成二十五岁 袁克文十八岁 然而 年龄差丝毫不影响 袁克文对他的爱慕 两个人开始了频繁的交集 毕成指导他的诗词造诣 他在毕成苦恼时 充当蓝言之己 1912年 北洋女子公学 归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 在袁克文的极力推荐下 李毕成被聘为 北京总统府资议 任袁世凯秘书 可以自由出入南海的中华门 然而 面对众人对他和袁克文的撮合 李毕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 他说 克文属公子哥 只许在欢场 威红衣翠儿 事实证明 李毕成的眼光是正确的 几年后 袁世凯去世 袁家树到胡孙散 袁克文沉溺于西石大麻 流落在上海的烟花柳巷里 时光流转 物是人非 李毕成打听到袁的住处后 曾登门拜访 袁克文听到 仆役通报的那一刻 心中微颤 他沉默许久说 告诉他 我睡下了 不方便见客 从此 二人再未相见 李毕成的老师严复 曾为他介绍了 包括胡维德在内的 多位有志青年 都被李毕成回绝 严复评价他 过于孤高 不放一人在眼里 颇为精准 李毕成曾说过 最心仪的三位男士 梁启超 汪精卫 汪荣宝 要么已婚 要么年少 没在对的时间 遇见对的人 这是莫大的遗憾 然而 作为一名独立女性 李毕成不将就 不从众 只听从自己的内心 她的飘逸洒脱 正向她的诗中所写 不遇天人 不目成 秒姑相对 便宜情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女人的幸福 并不取决于男人 而源于自己 在北京政府任职的 李毕成 风光无限 结识了大批达官权贵 也结识了更多文人雅士 然而权势 并没有冲昏 她的头脑 一次去 颐和园游玩 她看到慈禧的话 还挂在 排云殿的墙上 甚是不满 随口作诗道 游魂地下 修逢汉至唐武 质问慈禧 此后你的灵魂 还有颜面 去见吕厚 和武则天 这样有作为的女性吗 李毕成对已经 覆灭的清王朝 深恶痛绝 对新政充满了 美好的憧憬与期待 然而 随着宋教人案 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袁世凯政权 让李毕成越发失望 他毅然离开了 黑暗的官场 当身在上海的母亲 去世的噩耗传来时 李毕成立即赶往上海 父母在时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后 人生只胜归途 巨大的孤寂与落寞 裹挟着李毕成前行 他开始为自己的 下半生经济状况考虑 那次去上海 他购买了数万元鼠券 没想到 几年后 这些鼠券 使他获得了大笔资金 于是他又开辟了茶叶生意 将家乡辉州的茶叶 卖给俄国人 没几年 他就成了一位 名副其实的大富翁 辞官后的李毕成 在京安四路 自建的别墅里定居 这栋欧式小楼 有着宽敞的客厅 与舒服的沙发 墙角有一架 油亮的三角钢琴 几位家丁 每日井井有条地 打理着庭院 这样阔绰的寓所 在上海 也是寥寥无几 后来在纽约的理发店里 当李毕成的理发师得知 他被鼎鼎大名的 副太太 席帕尔德女士 邀请时 震惊不已 于是 打算教教李毕成 如何与妇人相处 李毕成笑着说 我比帕帕尔德女士 还要富有呢 那年 北方发生洪涝灾害 无数生命 被大水吞噬着 李毕成听说后 立即成立了 经质水灾 女子义振会 奔走各界 筹集善款 自己也捐出了 十万大洋 物质生活 十分富足的 李毕成 一直在追求 精神上的滋养 她想看看 更大的世界 1920年 38岁的李毕成 独自登上 驶向美利坚的轮船 进入了著名的 哥伦比亚大学 学习英语与美术 接受西方自由精神的 沐浴熏陶 各大的校园里 人们经常能看到 一位亚洲面孔的女性 有时在大树下 独自练习着英语 有时专注地 挥动手中的画笔 一位黑人女招待 经常跑去看她写声 每次画作即将完成时 她都开心地鼓起掌来 李毕成会将自己的作品 慷慨地送给她 美国无法满足 李毕成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接下来 她又畅游了欧罗巴 脚步遍及 花城佛罗伦萨 历史底蕴厚重的罗马 洁白无瑕的阿尔卑斯山 时尚之都米兰等等 在路上留下了 大量的词作 她将在西方的见闻 集结成集 名曰 欧美漫游路 书中具体讲述了 有关订票 海关 行李 银行 旅馆 小费 等各种细节 这本书成了 风靡一时的 欧美旅游指南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无论学识还是眼界 一百年前 李毕成就已达到了 一位女子 所能触及的 最高境界 在瑞士 李毕成时常与友人 坐在山间的草地上野餐 一个明媚的午后 一只蚂蚁爬上了桌布 有人正要将其碾死 李毕成连忙劝阻了下来 这件不起眼的小事 却预示着 李毕成将在那里 找寻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太武士报刊登的一则 关于皇家禁止 虐待牲畜会的内容 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发现 人们总是在宣传 保护动物 却从来不说 保护动物的生命 于是 李毕成创办了 中国保护动物会 大力提倡素食 自己也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 身处乱世 李毕成看尽了世事沧桑 也尝遍了人间苦乐 曾经的挚友 知己 学生 一个个离去 他逐渐学会了 与乱世和解 以慈悲 善待世间生灵 1929年 李毕成应邀参加 在维也纳举办的 国际宝洞大会 那天 他穿着印有孔雀开屏图案的 丝绸长袍 额肩佩戴一顶精致的头冠 站在演讲台上 用流利的英语 传达着戒纱的理念 那一刻 他自己就是一只 优雅的孔雀 在场的西方人 第一次发觉 一位优秀的 亚洲女性身上 散发的魅力 究竟有多难以抵挡 会后 许多人找到他 签名留念 李毕成所提倡的戒纱 与佛教的理念 如出一辙 慢慢地 他开始走进 佛教的精神世界 在香港跑马道的寓所里 挂着一幅观音画像 李毕成在这幅画像下 日日翻译佛家经典 留声机里 循环播放着大悲咒 在生命的最后五年 李毕成耐心地 与灵魂对话着 脱掉云商 截然一身的李毕成 皈依了佛法 也找到了寻觅已久的归宿 1943年 时光年转 却又总是充满巧合 与几十年前 逃离唐姑时一样的静谨黎明 李毕成 李毕成再次踏上了旅程 不同的是 这一次 他要去往另一个世界 一艘小船 朝着海平面出发了 在第一缕阳光来临之前 李毕成的骨灰 被洒入深深的大海 从此与天地融为一体 世间不再有李毕成 却深深留下了 他来时的足迹 就像他的诗中写道 匆匆说法谈经后 我到人间指此回